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2年10月14日 费伦天拿欲双杀赫斯 周五凌晨 欧协联第四轮分组赛展开争夺 身处二组的费伦天拿届时将主场迎战赫斯 两队今届欧协联分组赛表现接近 目前积分差距只有一分 不过鉴于赫斯此前在主场零比三惨费费伦天拿 金扑异地作战的赫斯不宜高估 经济是费伦天拿自2016-17赛季后再一次参加欧战 但在经界欧协联 球队的表现只能算是重规重矩 落后守卫的伊斯坦宝三分排在小组第二 而受到多线作战的影响 费伦天拿在一甲的发挥也出现退步 目前只得二胜三和四负的战绩 积九分排名积分榜第13位 好在上轮欧协联分组赛克战赫斯 费伦天拿迎来大胜 罗兰杜文达高拉凯波四分钟就打破僵局 基斯店高亚美在零完半场时扩大比分 下半场卢卡祖欲锁定胜局 费伦天拿最终3比0取胜 同时这也是他们经界欧协联的首胜 这无疑令球队上下备受鼓舞 此番回到主场在战赫斯 费伦天拿有望实现双杀 上季是赫斯重返苏超的首个赛季 但他们最终以17胜10和11负的战绩收官 以升班马的身份取得苏超季军 这样的表现给予人们十足的惊喜 来到新赛季 赫斯的表现依然稳定 目前战绩为4胜2和3负 位列积分榜第5位 距离第3位的喜百年 只有3分差距 球队在排名上还有更进一步的可能 欧战方面 赫斯并无太多参加正赛的经验 虽然多次参加外围赛 但都基本无法突围 而今借欧协连 赫斯战绩为一胜二负 只在实力最弱的列加斯身上全取3分 可见他们在欧洲赛场并没有太大竞争力 而且在首循环主场与费伦天拿交手 球队遭遇一场完败 可见金扑克场作战的赫斯 并无取胜把握 阵容方面 后卫艾尔尼尔训停赛受罚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